大家好,我是李医师 人上了年纪,记忆力下降是必然的吗? 其实并不是 多数中老年人常有的记忆力下降 手脚不灵活等症状 都可能与老尾缩有关 老尾缩对于患者还有家属来说 无疑是很痛苦的 轻度患者有的认知障碍,容易忘事 有的预示反应迟钝 而严重的患者甚至出现老年痴呆 生活不能治理的现象 那老尾缩的原因有很多 最近科学家发现 长期大量饮酒很有可能会导致老尾缩 而且是全面的萎缩 大家知道,酒精具有毒性 即使是少量饮酒也会让我们的脑脂变小 饮酒越多,老体积改变的程度越明显 并且喝酒让大脑萎缩的同时呢 也会加速它的衰老 所以呢,对于酒精不要用喝一点来欺骗自己 能少喝还是少喝 除了酒精,日常生活中对大脑有伤害的食物也不少 比如呢,奶油蛋糕、冰激凌等高糖、高脂肪混合食物 而薯片、炸鸡等快仓食品 腌制的高原食物也会对大脑造成损伤 让大脑变得迟钝 那我们保护大脑 除了少吃这些食物不饮酒外 还可以做好这四点 第一,断鸟舌头 减缓大脑萎缩 断鸟舌头可以间接地刺激脑部和面部的神经 从而减缓大脑萎缩 同时可以防止脑部神经肌肉的老化 李医师教大家一套舌头操 第一步,吐舌头 舌尖向前尽量地伸出 使舌根有拉伸的感觉 然后呢,收回、卷起、反复十次 第二步,撞舌头 让舌头在口腔内慢慢地以最大范围 顺时针撞十圈 然后再立时针撞十圈 第三步,舌头舔牙齿 将舌尖轻轻地抵住上二十秒 然后抵住上尺外侧十秒 下尺外侧十秒 下尺内侧十秒 这道舌头操呢 建议每天早晚各做一次 活跃老细胞 防止老衰老老萎缩 第二,多吃各种维生素 研究显示 如果老年人体内 维生素C、D、E 还有B组维生素 和Omega3脂肪酸的水平都较高 那出现老萎缩的风险就会降低 第三,积极生活 让老衰老来得慢一点 这一点非常关键 对老人而言 要经常有意识地动手动脑 培养兴趣爱好 比如交游、跳舞等 也不妨做些呢 记忆训练 大脑得到更多的锻炼 思维会变得更加活跃 第四,以黑芝麻、核桃为零食 和桃仁可滋养血脉 延缓记忆衰退 具有补老增制力的功效 黑芝麻呢 富含优质蛋白、矿物质、维生素E 和珍贵的芝麻素等营养物质 能延缓大脑衰老 而且芝麻素有抗炎的效果 能够降低导固醇 对预防脑血管疾病 也有一定的好处 好了,朋友们 看完今天的内容 请帮女医师点赞分享 感谢您的支持